国际知名舞蹈家许芳怡擅长现代舞蹈 来自中国大陆的谭圆圆 则以芭蕾舞最为出名 两人二度携手登台 诠释作品二乘二 将现代舞和芭蕾舞结合 在光影音乐搭配下 呈现芭蕾的优雅和现代舞的俐落 我们都非常喜欢双人的版本 因为它有一种激励作用之外 其实很刺激 谁都不能黄神 谁都不能出错 要错就大家一起做 很有意思 而且有一种并肩作战的感觉 觉得我们大家都是有艺术家的脾气 但是他比我更加开通一些 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在芭蕾舞 比较拘谨 然后我说我在这个地上的动作 我做不了 怎么样 然后他说好 没关系 我来做 是 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成为很好的朋友 他呢 就是一直孜孜不倦 他有很多很好的想法 许芳怡近年来培养许多台湾年轻舞者 Chinese Talk这支舞马就是为年轻舞者打造 依照音乐创作者林强的同名歌曲 音乐融入台湾庙会 阵头 鞭炮等元素 舞蹈表演则员呈现了许芳怡对台湾这块土地的认同 应该是林强的音乐给我很大的很大的激发的想象力 然后大家也听到一开始侯小贤导演说的话 还有另外一位老师说的话 我觉得整个把我带回到二十年前 自己刚出国的那种感觉 其实是音乐唤起我小时候的生活很多的形态 不管是庙会 然后不管是八家将 但是我也没学过八家将 民族舞蹈 民俗 鞭炮的声音 有好多好多小时候的回忆 许芳怡带领年轻舞者 以及芭蕾舞蹈家谭圆圆在台湾演出 另外他也尝试挑战不熟悉的舞蹈风格 邀请美国知名街舞舞者麦尔斯贡舞 用肢体语言带给台湾观众一出出经典舞作 中央设计者张志燕 陈凯婷 台北报道